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最近好多同学给我留言 问0.999无限循环到底等不等于1 还有同学直接发来私信给出简要证明的 1Ⅲ等于0.333无限循环 3个1Ⅲ就是0.999无限循环 但是3乘1Ⅲ等于1啊 所以0.999循环等于1 妈咪叔你看 这个式子你怎么解释 这真是个长久不衰的辩论题 我隐约能感觉出来 在大部分人眼中 0.999循环和1是不相等 但是为什么貌似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证明 就能够得出它俩相等的结论呢 大伙都感觉很奇怪 那我先来告诉大家 在标准实数系当中 它们就是相等的 就是说它俩表示的是同一个数 而在非标准分析 比如超实数当中 0.999循环就不等于1 所以严格的说这道题的答案取决于你采用什么样的框架 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在初高中我们是不涉及这个问题的 大部分人接触的数学都是在实数体以下的 那问题就是啊 为什么好多人在现有的框架下不接受相等的事实呢? 今天咱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来闲聊几句 其实这件事在历史上被人们接受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乃至于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不接受啊 就算上课的时候老师明确说了 0.999循环就是等于1的 肯定我同学心里想的是不可能 明明感觉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嘛 那咱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你感觉上的那一点它究竟差在哪了呢? 首先我先来把问题细缓一下 你们应该感觉1比0.999循环大一点 但是大多少呢? 大这一点吧又不能用任何实数表示出来 因为一旦表示出来了就能找到一个更小的差距了 所以你们应该认为1比0.999循环大了一个无穷小 对吧? 那这个无穷小又是啥呢? 这个问题正是当年引发第二次数学危机的问题 所以明确这道题的主要矛盾在哪了吧? 这个无穷小可曾经给数学家带来好大的困惑 最早发现无穷小不好惹的人就是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在求图形面积的时候使用的加逼法 就是一点点逼近图形的面积 这叫做穷解法 不过在阿基米德的方法当中 只要这个结果的精确度够用就行了 换句话说它绕开了这个无穷小的问题 再后来直接使用这个无穷小惹事的人 就是两位微积分的祖师爷牛顿和莱伍尼茨 这二位在发明微积分的时候就经常使用这个无穷小来处理问题 但是很快人们就提出一个质疑 以这个大主角贝克莱为首的 是吧 说你这个无穷小一会儿是0一会儿不是0 它到底是啥呀? 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吗? 贝克莱为啥这么问呢? 因为在微积分当中无穷小量是可以当做储数的 这就说明它不是0啊 0哪能当储数啊? 然后你另一边同一个无穷小量就给省去了 你说它是0 这一下就给贝克莱整蒙了 难免不让人怀疑微积分的严谨性啊 所以贝克莱就管这个无穷小量叫幽灵吗? 你如果想要让人们相信微积分是准确的 那就必须得对这个无穷小量做个定义 它到底是啥? 牛顿根本就拦得理的 最终是莱布尼茨给出了无穷小量的定义 莱布尼茨说 无穷小量是一个比量大 但是比任何时数都小的一个量 它可以进行四则运算 还能当储数 莱布尼茨说它是一个消失中的量 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它舍去 你们感觉莱布尼茨的定义咋样 应该有人感觉对对 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在后来的数学家眼中这事儿说不过去 这回是以达朗威尔和拉格朗日为首的 他俩就说 首先你这个无穷小量拿来做运算了 那它就肯定是个数啊 是数就一定能够表示出来吧 但是你又说的比0大比任何时数都小 那来吧 你给我找一个这样的数 你找出来我就信你 肯定是找不出来啊 所以单纯的从逻辑上来说也确实说不过去 就是既然找不到 那是不是就是不存在呢? 于是数学家就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我能不能不用这个无穷小量来重新定义微积分呢? 就是把无穷小量的概念抛弃掉 反正无穷小量的定义我又找不到 这件事儿就是由科西和威尔斯塔拉斯完成的 直到科西给出了极限的定义 这就是很多人把微积分分成了两个阶段的原因 牛顿和莱布尼茨时期的微积分叫做无穷小微积分 或者叫古典微积分 从科西之后 这微积分就变成了极限微积分 也就是我们现在学的 人们把无穷小的概念给扔了 这样才算是解决了第二次数学危机 但是你发现这段故事似乎对于我们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就是我想要知道这个无穷小到底是不是0 结果你告诉我没有无穷小 咱们谈的是极限 那你肯定不满意啊 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极限和无穷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中你肯定学过 极限就是一个序列的指标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序列当中元素如果无限的趋近某个数值 则称这个数值是该序列的极限 啥意思啊? 首先注意 极限讨论的是序列或者函数 所以严格来说0.999循环都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序列 只不过前面的项都省略掉了 比如说有这么个序列 第一项是0.9 第二项是0.99 第三项是0.999 以此类推 这个序列在无穷处就会无限的趋近于1 我们说这个序列的极限是1 注意啊 序列不是数 这就是好多人说0.999循环不能参与运算的原因 但是极限是一个数 它可以运算 那对于这个序列来说 它的极限值是等于1 那它的极限怎么表示呢? 我们记作0.999无限循环 所以说0.999循环等于1 它表示的是0.999循环这个序列的极限值是1 可能有点绕 但是建议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很重要 其实严格的说 这里的等号都不是你通常理解的等号 数学家太严谨了 你说无限趋近 那什么叫做无限趋近呢? 所以到了大学极限的定义和高中就不一样了 到大学你就必须得解释什么叫做无限趋近了 咱们拿1和0.999序列举例子 如果对于任意的ε 就是你随便挑一个数 我都能够在0.999序列中找到某一项和1做差 使其绝对值小于ε 这就叫做无限趋近 此时则称1是0.999序列的极限 再严谨点的 这就是ε语言了嘛 学过高数的同学肯定不梦生了 高数最开始学的就是序列 为啥? 因为整个识分析就是靠这个建立起来 咱们换一种表述 如果你认为1和0.999循环不相等 那它俩之间一定有一个差值 对吧? 可是这个差值却不能用任何时数来表示 用数学员来说就是1和0.999循环的差值可以任意小 如果两个数的差值可以任意小 则这两个数相等 你随便找一本实分析的数 这一定是通俗版的判断两个数数相等的定义 换句话说 这就是在现在的数数体系下 类似于公理一样不正自明的存在 但是其实到了柯西这儿 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你想要证明它俩相等还是不够严谨 差在哪了呢? 谁说这个数数一定是完备的呢? 啥意思 举个例子 最早的时候人们只有整数的概念 那你肯定认为1后边一定是2 中间没有其他数了 但是分数出现了 把这俩合起来叫做有理数 然后人们又认为1和2之间全部都是分数 用分数就能填满了 这叫稠密性 结果p又冒出个根号2 无理数又出现了 再合起来吧 统称叫做实数 所以人们就开始怀疑了 你怎么证明之后不会有其他数出现了呢? 万一再有个什么张理数王理数啥的呢? 也就是如何证明这个实数是完备的呢? 就稠密的 再也插不进去别的数了 这件事就是科西之后很多数学家的贡献了 比如戴德金 还有康托尔 所以一直到了19世纪 一套完整的实数体系才算是建立起来了 至此人们终于是敢拍胸脯的说了 如果两个实数之间不存在任何数了 则这两个实数相等 那刚才咱们说了 1和0.999之间还有其他的实数吗? 找不到 又因为这个实数是连续的 找不到就是没有 所以它俩相等 这就是在现有的实数体系下的证明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实数填到一个竖轴上 那这个竖轴就满了 上面没有无雄小的位置 那自然无雄小就被抛弃了 可是开篇咱们说了 在超实数当中1和0.999的循环就不相等 啥意思呢 所谓超实数就是建立在 刚才说的莱布尼茨对无雄小论定义的基础之上 在超实数当中 无雄小就是一个数 无雄大也是一个数 就是我把无雄小和无雄大给拓展到实数级里来 这叫做非标准实数级 强行插到数轴上来 或者说是一个想象不出来的数轴 那1和0.999的循环之间差了多少啊? 差了无雄小 所以在这个体系下 他俩就不相等啊 那肯定有同学要说了 说妈咪叔一会儿你说他俩相等 一会儿不相等 你这不矛盾吗? 换句话说 超实数和实数一个承认无雄小 一个不承认无雄小 这不矛盾吗? 不矛盾 数学家证明了只要实数系统是相容的 则超实数系统就是相容的 这就像是你采用哪种标准 但是这个大家听听就行 咱们还得接受在标准实数系当中 1和0.999循环相等的事实 因为只有你承认了这一点 才算是承认了实数是完备的 这就是根基 要不然其他的数学问题都没有意义了 对吧? 好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可能这期理论的东西太多了 有同学都看不到这儿了 但是我来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想有一个严谨的逻辑、缜密的思维 就一定得好好学数学 数学家太较真了 感觉是不行的 你说无雄小那你给个定义 你说无限趋近那你给个定义 给出定义才有说服力 说别的都没有用 好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的理工男 每周一三五B站头条YouTube微信公众平台不见不散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